让观众等了整整四年的少年派2终于上线了 好在四年的时间没白等 从观众给出的清一色好评就能看出 这部剧依然是符合大家期待的 由于原班人马在上线 主创团队也没有太大的变动 都能让观众在第一时间找回熟悉的味道 不得不说 这部剧作所描绘的问题实在是太现实了 无论是人到中年遭遇的事业危机 或是在大学毕业季面临的就业问题等 处于各个不同年龄阶段的观众或多或少的都会遇到 从这些角色的身上 我们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唯一让人意外的是少年派2开场 竟然多了几分悬疑剧的味道 原因是少年感满满的前三一变成了胡子拉扎的模样 还静止走向胡中心准备自杀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前期预告中的前三一又是白镜少年的模样 他将如何慢慢治愈自己的抑郁症 回到过去的样子 这些都是接下来的最大看点 一秒CP误会不断 青梅竹马的姐姐是关键 林妙妙曾在大学期间独自一人坐飞机 跑到国外找前三一 但在机场时林妙妙并没有等到前三一 再加上周围的人说的话 林妙妙听不懂 她从未感觉到这么无助 此时的林妙妙还不知道 前三一看到自己的导师自杀 正在实验室拼了命地 证明他们的实验没有错 前三一的执着太过极端 不过这也与她一直以来的家庭环境 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母亲对前三一的教育本就是很严苛的 这给前三一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因此在遇到这样的事情时 前三一很难寻求母亲的帮助 但心智还不成熟的 她只会越陷越深 林妙妙不知道前三一内心受到的折磨 而对于当时的前三一来说 也早已忽略了林妙妙 这就使得两人的误会不断加深 患上抑郁症的前三一 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 她变得不再自信 再一次看到林妙妙 哪怕连一句为自己解释的话都说不出来 两人的误会本就很深 林妙妙在看到前三一之后 又选择与自己的学长走到一起 可以看得出来 她并不是真的喜欢学长 只是为了弃前三一 但这必然会拖慢两人的感情进展 实际上造成他们之间产生误会的 另外一大关键人物 是前三一青梅竹马的姐姐燕鱼迪 江天昊知道前三一回到江州后 跑去家里找她 却看到了穿着玉袍包着头发的燕鱼迪 误以为两人之间是情侣关系 而林妙妙在密室逃脱时 也曾经提到燕鱼迪住在前三一家里的事情 显然她对此心生芥蒂 前三一也知道林妙妙有些吃醋 但燕鱼迪是因为前三一抑郁症才会陪在她的身边 她无法将事实告诉林妙妙 这也直接导致燕鱼迪成了林妙妙的假想敌 实际上从燕鱼迪对前三一的态度来看 她并不喜欢前三一 只不过是受人之托 中人之事必须要保证前三一的安全 才会无时无刻不跟在她的身边 密室逃脱时只有燕鱼迪知道前三一有幽闭恐惧症 她更像是陪伴着前三一渡过难关的姐姐 而燕鱼迪对前三一的态度也更像是医生与病人 虽然她跑步都要跟着前三一 但并没有流露出喜欢的情绪 燕鱼迪在剧中的戏份不多 可以说是少年派二中隐藏最深的角色 但她又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 如果前三一始终不开口说出过去的经历 唯一了解这一切的就只有燕鱼迪 而能够帮助前三一走出抑郁症困扰的自然是林妙妙和江天昊等人 燕鱼迪为了前三一的病情着想 很有可能对林妙妙等人说出实情 毕竟只有其他三人重新接纳前三一 她的病情才会好转 燕鱼迪不过是起到陪伴的作用 颜值演技双再现 又一位宝藏演员出圈 饰演燕鱼迪的演员王文奇对观众来说并不陌生 早前曾经与张嘉义 秦海露等演员合作过河山等作品 演技十分出众 这一次在《少年派2》中 其饰演的燕鱼迪一角 举手投足之间都能够让观众感受到她的专业 虽然是牙医 但从某种角度来看 她更像是心理医生 既尊重前三一的隐私 又很有耐心地督促她吃药 尽管燕鱼迪不是这部剧中的主角 但王文奇却凭借着自己细腻的演技立住了这一角色 作为前三一的姐姐 她清楚前三一的母亲是怎样的固执强硬 因此对前三一她有心疼 也理解她的经历 然而另一方面 她又对前三一的抑郁症无能为力 不过燕鱼迪是一个冰雪聪明的人 在密室逃脱时 她知道邓小琪的目的就是希望从她的口中知晓 前三一这几年的经历 但她却十分淡定地告诉邓小琪 前三一没有任何的问题 她很正常 在燕鱼迪不了解林妙妙等人的情况下 她清楚地知道前三一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 燕鱼迪也不会将前三一的隐私说出来 失去了她的信任 不得不说燕鱼迪的确是有言有演技 其饰演的一生形象很有幸福力 单单是看外形 王文奇长着孙宏蕾老婆的脸 与王俊迪十分相像 同样有着很高的辨识度 但更抢眼的是其演技 实际上早在河山中 王文奇就曾打破了观众对她的固有印象 2014年在冰封重生之门中搭档甄子丹 黄胜一等演员出演了嫣然一角 王文奇从来没有让观众觉得土 但在2019年的河山中 其饰演的却是扎扎麻花变的翠姑 即便角色反差如此之大 王文奇也把翠姑这一角色演绎得十分到位 举手投足间都透露出朴实的味道 一身红衣的扮相 也让这一角色如同希望和胜利的化身一般